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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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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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迅的,你现在是否能查到他的政治立场 未有的那些是阴谋论 那你现在应该把责任推在范雄龄、陈肇始的身上 甚至林郑月娥 这个是无奸道理 医管局主席是林郑月娥委任的 那个叫范雄龄 OK 食卫局局长 陈肇始教授 又是你林郑月娥委任的 那你这班所谓的评论员 那是不是要把矛头指向林郑月娥 那为什么你会把矛头指向林郑月娥呢 就是因为 林郑月娥要争取连任 那你们 那个idol 这个689 这个拆头 就想翻阴 我可不可以这样说 是不是 如果我学其他的KOL 我就会这样说 这个呢 就是江迅撤死事件 是代表 梁振英 和这个 林郑月娥的政治角力 都可以的 真的 说到这样都可以 标题党就多些人看 哦 原来他们两个政治角力 所以害死江迅 这个故事越讲越离谱 那是嘛 你现在要追究责任 追究责任 人制 是吧 接着是不是 医管局 食卫局 林郑月娥 是吧 是吧 这件事 喂 可以搞到这么大都可以 其实是 既然你这么喜欢讲政治 是吧 喂 医护人员是黄的 医管局主席是男的 那是男王合谋 那是什么 弄死江迅 就是现在 真相未明 是吧 任何这些所谓 就是阴谋论 都是 没什么好处的 老实说 对任何人都 是吧 那只不过令我们香港人 更加胆战心惊 那些医护人员 喂 还有什么 喂 走得就走 大哥 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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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儿童医院最厉害的 心脏科专家都走了 全家移民 对不对 喂 香港的医疗水平 就占下降 对不对 那你短时间里面 也没办法训练一批 中党爱国 爱国爱港的医护人员 喂 从政又要爱国爱港 法律界又要爱国爱港 司法界又要爱国爱港 所以现在的司法界 是什么垃圾 OK 是吧 新闻界又要爱国爱港 医护界又要爱国爱港 那专业在哪里 是吧 只要他爱国爱港 他专业不够水平 都可以用 那你去看医生吧 是吧 谁敢去看医生 谁会请律师去打官司 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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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现在就是暗斗 是吧 所以你搞清楚这些人 有什么关系 馮伟刚 伸个头出来 屈荣言 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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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们各个用这些阴谋论 来看这些专业人士 是吧 那你香港就真的彻底还原 你甚至在港英时代 有一段很长的时间 都是没有民主 擅尊统治 是吧 政府大了 但是至少 喂 那个专业是能保持得到的 无论是司法界 是吧 或者是 新闻界 医护界 是吧 现在真是麻烦 全部都要表忠交心 是吧 全部都要爱国爱港 是吧 连续看病以后 其实最好 所有这些医护人员 包括他从护士学校读书 或者在大学里面 读医科 你也要清查他的家底 帮他起底 究竟他是黄还是蓝 这跟中国大陆有什么分别 他只有一种颜色 就是红色 是吧 没有第二种颜色 是吧 有的就是现在被人笑的小粉红 都是一种颜色 都是红色变出来的 是吧 香港不是的 是百花齐放 百家增鸣 百家增鸣 多元化的社会 是一个资讯自由流通 多元化的社会 是吧 你专业人士都可以有自己的政治立场 是吧 是吧 可以有自己的看法 独立思考 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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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前不久已经有一宗了 是吧 就是博爱医院的麻醉科 女医生 是吧 在留医期间 有病留医期间是自杀 是吧 然后 他在一个遗书中说 医生在手术 一宗手术中出错 引致病人最终在手术室死亡 就是他自己看不过眼 是吧 而他因为他是病人的麻醉丝 他看到病人失救感到自责 是吧 而这个病人失救 是由于医院管理失误 是吧 这件事也很轟动 范鸿林 就是医院局主席 也答应了要 要撤查 然后就有死因聆讯 是吧 等于这件事也是 是吧 是吧 你江迅突然间在医院离世 是吧 那现在之所以引发的风波 比那个女麻醉丝自杀 就是因为政治 因为有你文汇大公 因为有你这班所谓的评论员 就变成这样 我最初看到消息 就是说 为什么好人好者忽然间 会这样呢 可能是医疗事故都未定 那就等医院去查 等医院局去查 始终都会水落石出 但是你现在去 将它政治化了之后 情况就会比较复杂 是吧 而令到香港人 就非常担忧 以后 去看医生 那怎么办呢 病人 又怕自己的政治立场被人知道了 是吧 医生护士 又一定 绝口不谈政治 事不讲时事 什么都不能说 是吧 你真的 免得被人贴标签 那是变成了一个什么社会 那以后我们去看医生 是吧 就是 就是 你就要看看自己去选 你怎么选 现在 轮到这个所谓的专科 起码都要轮到半年 一年 可能是轮到几年 都没轮到你去看专科 等于那些抑鬱症 轮得来 已经窗口当门口了 真的 等得来 所以为什么台湾健保 令很多香港人那么羡慕呢 就是这个意思 你看台湾去看医生 拿着健保卡 是吧 你去上网也可以预约 是吧 排什么 是吧 排极的时间都有限 是吧 如果你在香港看专科 你看眼科 是吧 你去眼科医院 你想去做个手术 你慢慢等吧 老实说 那些人家要白内障 就是要换晶片 换人工晶片 起码等几年了 是吧 所以这是非常不幸的一件事 是吧 其实江迅的遗伤 都已经写了信给香港医院管理局的主席 和总裁 卫生署长 食卫局长 是吧 都要提出追查的要求 有关部门就一定会跟进 现在这件事搞得这么大 是吧 另外还有这些所谓的评论员 就去信给林郑月娥 老实说林郑月娥 就理你也傻了 是吧 你不要以为真的 用这个来压倒她 她现在这么厉害 是吧 她这么得重 她开口埋口 就是习主席对我的鞭策 非常之感动 整天都开口埋口 习主席对她的鞭策 真的 鞭策 这是一个形容词 鞭策就是鼓励她 是吧 要她进步 不是用鞭策来拆她 不是用鞭策来拆她 大家不要搞错 鞭策是这样的意思 那她多厉害呢 有当今圣上天天鞭策她 是吧 那你 梁振英凭什么跟她争 是吧 即是狗屎垃圾全部都是 好 有声陣 什么 没人 是 不是用鞭策 我 这一档子